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之後我們去到這場地域 就是關於編馬菲尼本身的資格 怎樣申請、內容是怎樣的 考試是考些什麼的呢 很高興我們請到 編馬菲尼推廣小組的召集人 楊耳定建築師 為我們講解一下 各位大家好 好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 就是Beam Affiliate的中文 叫做六見通才 剛才剛才Avrayman和Conrad都介紹過 我們有Beam Professional Beam Professional的中文就是六見專才 首先六見通才其實是 Hong Kong GBC裏面的最新的一個資歷 為什麼要推出這個資歷呢 希望更加推廣 更加多人能夠參與去參與 綠色建築的 無論是設計 在施工方面 或者是運作方面 都能夠幫助到 幫到手 那哪些人是可以參加的呢 無論是我們講 Sorry 是建造業 或者是地產學業 technical staff 就是專業的同時 以及是室內設計的從業員 或者是就近年畢業的 那講的是近兩年畢業的同學 都可以是參與的了 那為什麼要去參加這個六見通才呢 那講的就是說 因為六見通才的訓練裡面 我們是集中是說希望是綠色建築的知識人 那也都是這個資歷呢 是被香港建築師 Sorry 綠色建築議會是承認的 而且它是有一個進階進升的機會 那它的資歷呢 我們是分了四類是可以參與的 那第一類就是說 如果你是讀過和建築相關的學科 包括室內設計的 如果你是有一個Degree 或者是相關的同等學歷的話 並且是有兩年或者以上的經驗 是相關學業的經驗的話 那這是第一類是可以有資格參加的 那第二類就是說 如果你是和建築相關的學業 那還有是學科 和室內設計的學科 如果是拿了一個文憑的 或者是同等學歷 再加上是有 最少有五年相關的工作經驗的話 也都是可以參加的 那第三個就是 如果你有十年的工作經驗 而同時你是有香港這個HKCE 或者是HKDSE 就是會考的文憑 或者是這個名稱中文叫做 香港中學文憑士 那等的學歷合格的話 有十年相關的工作經驗 都是可以的 那另一類就是說 如果是以下五個學會 你已經是一個associated members 這些五個學會的話 是認可的 那也是可以報名的 是哪個學會呢 就是建築師學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 這個landscape 即是原立的學會 還有是planning 規劃的學會 還有這個策略師學會 他們的associated members 都是可以參與的 那講一下怎樣參與的方法 你可以登記了之後 就有一個半天的訓練課程 那訓練課程裡面有些什麼會 大家的課程包括了些什麼呢 那就是beam plus 就是六件橫屏的框架會介紹 還有是介紹什麼為之IA 即它的創新項目是什麼 那就是Site Expert 就是用地和室內的環境方面的知識 Materials Expert 就是用材料怎樣去選材 EU就在能源方面我們怎樣去應用 還有是水資源方面的應用 還有室內環境質素 還有我們一個mini的考試 就是有一個模擬試的 經過了你報了名 你可以上了課之後就要考試 那考試就是一個computer basis 就是其實是multiple choice 就有六十條在九十分鐘要作答的 那就用英文的題目 那passing rate的slog就是 七十分就可以合格的 七十五分 最重要一點就是open book 那我們在會場那裡就會有一些 印製了這個教材是給大家參考的 那應該也不太困難的 那怎樣報名呢 報名就是大家可以在 因為有兩個機構的 報名就可以在BSL那個網站那裡報名 那大家等一下有一個souvenir的手指裡面 USB裡面都會有一個報名的表格 那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那報名的時間就是5月14日到6月18日 這段期間你可以報名 那training就是6月25日 那training之後呢 考試就有三天是可以選擇的 7月31號 8月1號和4號 而每一天裡面也都有四個時段給你選擇 那就是登記了這四個四個時段 它就在新蒲光考試局考的 那剛才說的就是在新蒲光考試局考 而亦都是用multiable choice的模式的話呢 那於是你考完之後呢 actually age 就很快其實就有答案的 那於是呢就即場其實考完之後呢 你就已經知道是合格的 那些話說是不合格的 那after你知道合格了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去網上面 香港GPC的網站那裏呢 你就可以登記做bemaphilist的成員了 那也都那個名字呢 就會在那個網站裡面呢 就會顯示出來的 那如果你很不幸地不合格的話呢 那其實一年之內你可以重考的 那就可以有appear 但是對於multiable choice就不可以appear 可以appear什麼呢 即是上訴 上訴是對於這個程序和考試的手續方面 你有不滿意的呢 是可以上訴的這方面 那講講關於那個費用方面 那如果你們已經是HKGPC的成員 又或者是bem society limited的成員的話 是講的是2011年4月1號之前登記的 那這些成員的資格 我不是在這裏詳細講的 那你可以在網站裡面看看 那個成員的分類是怎樣的 那是有價錢上的分別的 那就比如說你是成員的話呢 登記training 即培訓和考試呢 就是收1500元 非會員呢就是2000元 那如果你報了名 但是又想改期的話呢 那要收回600元 那如果你考完試不合格 你又要再考試 那你報一次呢 就要收回900元 如果你是member 非會員的話呢 就要收回1000元 那如果你要Apple上訴的話呢 就要收回500元的 那如果你考到了合格了之後 那怎樣去維持這個資歷呢 那每年呢 那每年呢是可以有 是需要收三個mandatory的CPD 就是必修的可持續專業發展時數 進修課程的時數 要三個小時的 那或者是三個小時的general CPD 那連續 sorry 每年是需要有三個mandatory 那我們看看beam affiliate 就是六件通財 其實有什麼進升資格呢 那如果你連續三年都維持在beam affiliate 而同期間你是去參與幫忙協助在beam plus的工程的話 就是有申請六件橫平的工程的話呢 連續三年 那你就可以去參加這個考試的 那講清楚一顆星仔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這項目 你只不過是在講比賽或者是投標用的 那是不計的 是要是施工的工程 或者是已經是登記了真是進行的工程 那當你報的時候呢 當然要交回lock sheet 要有相關的主管去幫你簽名 證實你真的那個工程真的進行 那那些numbers那些是要登記的 那這個就是晉升的那個階梯 OK 那或者剛才呢 我就flip了介紹了那個過程 那go back to 大家看看 其實是哪一些題目 那我們有選了一些三個題目 是給大家看看其實是哪類型的題目 那譬如第一條就是講 那以下有四個items的 用了哪一個之後呢 就會對於那個microclimate 就是微氣候 是會有負面的影響的呢 那大家或者什麼叫微氣候 那可能都會清晰的了 就是跟我們附近環境比較接近的 局部的氣候關係 它可能是會被我們選用的材料會影響到的 那也都可能是會令到那個溫度啊 或者是風啊 或者是其他方面 而令到那個溫度有比較細微一點的變化影響 那當然這個詳細training的人就會教的了 那這裡呢就有四個題目的 那譬如說舉例第一個 那如果我們選擇了一些不是可再生能源的 energy source 就是那個電力資源 能源資源的話 那有沒有影響呢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我們選擇了一些很高的VOC 就是可揮發性的有機物料的組合的話 就是例如隔泉那些材料 那有沒有影響呢 那第三就是淋花不夠水 那第四就是如果我們選擇了一些不疏水的物料 在那個地面上面的 那樣的 那那個答案就是 Y OK 是D 那很簡單就是說 舉例大家去馬路上面 譬如是一些立青露的 那其實它是不疏水的材料 也都是不能夠揮發了那個熱量的話 令到那個溫度是提升了很多 那於是這個也都是影響了所謂的微氣候 就是你這個人走在馬路上面 覺得其實你在立青露是熱過 你在行草也是差很遠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選擇的材料 以及對於周圍的環境的影響 這個是其中一個題目 OK 那第二條就是 Beam Plus 就是六件環評裡面 其實有些什麼我們是可以歸類為 Innovative Technology 是比較創新的技術呢 第一個其實這個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那樣東西是在香港 或者香港以外 未曾用過的先進技術的話 那這個第一點 也是對環境有利的這個先進技術 那B就是LED燈寫著流 那C就是太陽能板是有熱水系統的提供 那D就是住宅的natural ventilation 空氣流通 那其實這個很簡單 顯明意見就是A 這個 那Item C更加清楚 更加簡單 那剛才第一個講者 Conrad 其實剛才說了 那香港的那個建築物 其實的耗電量是非常之高 是佔到是90%的 那相關這些的資料 其實大家可以在EMSD的網站 或者是環保局環保處的網站 其實是很多豐富的資料 都可以找到是用來做study的 OK 聽了那些申請程序 又有例子又講了怎樣考法 那就行動了 那如果你們覺得 大家都是科研條 剛才說是可以 也都是有資歷相關的話 那你們就可以盡快報名了 那看看這個網站上面 也都放了是考生的handbook 也都是有Beam Plus的menu 錄結環評的守則 那你們可以去參考看的 那以上就是這些sources 你們可以去看一看information 那希望大家資格的話 就盡量參與 為香港的綠色建築獎分力 多謝大家 謝謝 好 多謝Yvonne的講解 那我也有少少Q&A的時間 都請威文和Yvonne上台 就解答大家的問題 那關於我有事就早就走了 那如果有關第二第三部分的問題 都歡迎大家發問 請問大家有關於Beam Affili 我想問問個Beam Affili 通常一年當中有幾多次的examination 現在我們知道有一次在安排 也要先看看大家的反應 如何先 如果反應湧弱的話 我們當然會安排得密些 可以 每一次的class 你可以用到多少人 這個要看租的場 現在阿孫是多少 六月那個 如果是Beam Pro 我們training 最低限度都可以做到100人 或者以上都可以 那視乎就是 有多少人申請 那我們就可以選一個大一點的場地 但是平均來說 都會是 最少都100人 意思是 Apply by Beam Affili 都是100人左右 就是 Beam 他們的訓練 是分開的 因為 講解的內容 和程度 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 我們要看一下 市場對這方面的需求 會不會有人報名 然後你發覺 你太多人的樣子 要 rule out 一部分的人 會不會有 有可能 比如說 我們預計的場地 或者第一次 大概大約150人左右 但是如果有300人申請 我們就可能 立刻要分配 第二次的training session 但是這個不是很難的安排 是很難的 那些題目難不難 請問一下,綠色通材在建築裏面可以扮演到甚麼角色 或者對一個專業人士有甚麼可以幫助到 或者對一個發展商或者承建商可以幫助到甚麼呢 名稱是綠見通材 綠見通材後,其實會對綠見橫評 就是Beam Plus認證的申請 或者相關的知識有一定程度 剛才看了Conrad和Raymond說關於很多建築物在香港已經申請Beam Plus認證 Beam Plus認證是需要用到很多同事協助幫忙的 包括Beam Professional 每一個project都會有一個Beam Professional去簽名 和監管申請的程序和資料 跟著之下應該要有很多同事去幫忙 所以Beam Plus認證 就是綠見通材其實是發揮很大的作用的 我們希望更加多些人能夠協助這個Beam Professional去工作 這個答不答到你想要知道 綠見通材 一個業主或者一個發展商是否要找一個顧問公司去做呢 還是綠見通材或者專材去做這個申請 其實每一個申請的project都需要有一個Beam Professional 即綠見專材是要簽名的 即是一間公司還是一個個人去申請 個人的這個是 即是一個綠見專材的人去申請就可以了 這個好像有些少 基本上這個是個人的資歷 即是等於像Beam Pro或者 associated member of 建築師學會 associated member of 工程師學會 這個是針對了在現階段 那些朋友是未去到一個 cooperate membership 即是full membership of IA 或者 IE 所以有些種種的原因 它不會一下子 根據我的經驗 我就可以去申請個Beam Pro 所以這些有很多原因的 可能是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 或者剛剛都是大學畢業 就未去到 拿到專業的工程師資格 或者建築師資格 或者一些專業的資格之前 那你如果未拿到那些 基本上都未必可以拿到 Beam Pro這個資歷 那我們就是希望 address 到這些 未去到Beam Pro的 在這個建築業裡面 是很有興趣 或者已經是practice green building 設計或者construction的朋友 去拿這個資歷 所以其實它是個人的資歷 所以跟拿Beam Pro一樣 都是個人的資歷 只不過你申請和考試的要求 或者是不同的 剛才也說過 由Beam Affili 在往後怎麼可以變成Beam Pro 剛才Yvonne也跟大家說過 這個是個人的資歷 在現階段 我們沒有一個要求 就是說 那些Beam Plus Submission的項目 是一定要 是僱用一些人士 在這個項目的 可能設計過程 施工 或者營運 或者 whatever 過程是一定要做Beam Affili 現階段是沒有這麼要求 但是如果 on the other hand 你知道就是 如果有些人想申請 拿Beam Plus認證的 他們都可能會考慮 或者可以這麼說 百分之一百都會 找一個professional 的Beam Pro 去幫他做這個認證的facilitation 但是Beam Affili 暫時 我們沒有一定 compulsive一定要這個 將來在一個業界的反應 以及Beam Fili的質素 我們可能會有另外的評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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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初步會看到就是 可能在設計的consultant architecture firm 或者工程顧問公司 一些參與在設計過程中 但是自己本身 未必是專業的工程師 這類的朋友 應該是最大的誘因去參與 也有可能他們比較年輕 沒有足夠的experience 去申請專業的牌照之前 但是他想拿到一個基本的資歷 但是也在拿基本資歷的過程 可以有機會 attend到很多這方面的training 或是他們安排的一些 這樣的training CPD program 令到他更加快的 和更加有效的 去認識這方面的錄建 從而更加快 可以做到更好的 綠色建築的工作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希望 在職流 工程師流 去參與在設計 但未成為Beam Pro之前 的朋友可以考慮 但另外也都是可能 一些contractor firm 他們的朋友 也都可以去 如果他們支持 或者是這方面的 錄建的施工 也都可以考慮 去拿這個資歷 很多他們的工作 我們覺得都會有相關 你好…我想問一下 如果沒有通才 可以考專才嗎? 好… 如果你基本上是達致到 Beam Pro的基本要求 那當然你可以直接去申請 考Beam Pro 就是好像現在過去幾年 有些朋友去直接 但是簡單來說 他基本上是要有相當的 連資和專業資格 或者Equivion的專業資格 才可以去考 以及去上課 考出這個Beam Pro的資歷 那我想問 那我想問 如果有通才的話 那我會不會快捷了 去考專才嗎? 就是會不會… 這個其實是無關的 那就是最重要是 看一看你個人的資歷問題 那如果你的資歷是可以直接考專才的 那你就去報專才 但是如果那個資歷是不考到專才的 那我們就提供了 剛才有四類是可以 經過這個途徑考通才的意思 那就是 謝謝… 謝謝… 想問一問 譬如我考完通才之後 再考Beam Pro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個折扣 或者怎麼樣 謝謝… 這個還沒說到多少錢 可以去考這個專才 有時候我們的資料就是 你通才完之後三年 你有做相關的project 你就可以去考專才 那我相信是跟專才要收的錢去收你的 就是現在收開報名 考專才要多少錢 應該都不會有另外 可以加多了 就是你意思會不會因為你是 就是Affiliate會便宜些錢去考 那這個就要再研究 我們會看看 這個 這個吸引力就好像 不是那麼大 我自己覺得 是 那你認為有多少 discount 才是… 正常的 discount 才是有吸引力 OK 就是你覺得如果 經由Affiliate去考專才 inprofessional 是有discount 其實更有鼓勵作用 是嗎 OK 我們會記下它先 好 謝謝 好 多謝大家的發問 那今晚的選假會到此為止 最後我們也給兩位掌聲給兩位港姐